備戰勢大運 被寄予奪牌厚望的 台灣桌球好手江洪杰 也來到國訓中心苦練 他表示在台比賽一定有壓力 首要目標就是搶下男團金牌 近期也針對日韓勁敵模擬對戰策略 至於右肩傷勢以積極復健不成問題 自己還是很希望 就是團體賽就能為台灣拿下金牌 因為之前本身 一些短球上面連接的方面會差一些 然後最近就是希望能把自己的 這些比較不好的地方 能馬上就是改進這樣 右肩傷其實最近就是 還滿積極在做治療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談到懷孕中的太太福元愛 江洪杰表示前陣子小愛孕兔比較厲害 現在有明顯緩檢 未來如果狀況允許 他也期待小愛世大運能到場 為他加油打氣 前陣子的暈兔比較厲害一些 最近只好比較好多 我覺得如果他的狀況還不錯的話 他自己還滿希望他能來為我加油 沒有給我很大的負擔吧 就是他還是全力的支持我 就是世大運的比賽 江洪杰還透露夫妻倆已透過4D超音波 確認寶寶是個女娃 對於江成為人婦看到老婆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 感覺很神奇 中央社記者張新貴高雄報導 thick清水 非常好 你看